刘姐,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阳台的这些长寿花 现在呢,陆续的都有开放的了 有一个大盆已经开了好多好多 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这大盆长寿花全都爆满盆了 但是它的叶子很不好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开窗户 这些叶子又都受冻了 这盆长寿花呢,离窗户特别近 阳光特别充足 以前这盆花的叶子也不推好 被太阳给晒干叶子了 它开花特漂亮 一开始金黄色,然后变成粉红色 这边这两盆好像是中国红 正在含苞待放 这盆是跟前边整个开开的那大盆是一样的 像这几盆也都是属于中国红 再看看我这盆 下边长满了多肉 上边呢,长一大颗长寿花 是虫瓣的粉红色的 非常的漂亮,粉粉的 看这盆长寿花 它的花瓣特别的多,特别的爽 这盆好像也是大红色 因为我的中国红的长寿花 春天牵插的很多 再往这边看 又是属于黄色 大家看看我这边的这些长寿花呢 靠在北墙上 它的叶子就翠翠翠翠的 这盆花去年开过 也非常的漂亮 有点粉粉红红的 这盆花叶子也不好 然后浇水呢,渐湿渐干 偶尔的给点磷酸和青甲 就这么简单 好了,这期长寿花的视频 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